跨年马上就要到了,已经到了12月份,月底各个平台就要开始准备跨年晚会 而妹妹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位歌手总是备受青睐,她就是周深 我们经常看到周深不仅仅出现在一家平台的跨年晚会上,多个平台都有她 这对于粉丝来说显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毕竟在跨年的时候能够看见周深的同时,还能够夺青迪述歌曲岂不是乐哉 那么为什么周深能够被各大晚会平台邀请呢 其实纵观如今的晚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青睐流量 但是到了如今,实力人气兼备的歌手却更加受青睐 晚会节目除了要考虑收拾力以外,还需要考虑的是节目本身的质量 否则你很难举办一次差劲的晚会之后,下一次就没有人再来看了 周深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歌手 相场唱功几位稳定,而且歌曲也有着相当不错的收听率 本身人气就很高 那么这样的一位歌手对于任何晚会来说恐怕都是会一个夹分项 最近网络上有一些关于B站晚会的传言 比如说,周深加盟B站跨年晚会 这里我要澄清一下,不,是官方要声明一下 是的没错,周深就是要加盟B站跨年晚会了 本着不信遥不传遥的原则向各位公布这个官方的消息 说起来挺奇怪的 大家都出事后,针对这一类消息官方都会坐实不理 即便是辟谣恐怕也会支对那些不实信息进行声明 而官方另类的声明方式却成为了一次官宣 B站官方声明对于广为流传的周深加盟B站跨年晚会为确认消息 这也就意味着各位可以开始期待今年的B站跨年了 按照常理来说,B站的舞台周深总是会带来更多具有爆发力的歌曲 在一些主流晚会舞台之上 我们可以更多的听见是仇美方向的周深 B站毕竟是受众不太一样 所以歌曲的选择想来会更加清晰一些 对于我而言,官方之所以选择这么做无非是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是为了流量 跨年晚会播出在即提前告诉大家 周深加盟B站跨年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坏事 对节目整体也没有任何坏处,只是有好处 所以官方才会在辟谣的同时也选择确认这条消息 其次特别的官宣方式比起常规官宣方式更有新意 也更容易收获高热度 总的来说反正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说一下自己所希望的吧 希望周深今年在B站的跨年能够来一次唱跳 我还记得周深上一次唱跳的时候 其实看着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选择一首如有weaver一般的歌曲 这样的歌曲是很新鲜的 翻唱可能也会有更有新意 而且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周深的唱功